温度低一些 除了空调以外 另外主要呢又加强了一些 用一些箱子临时从冰库 搞了一些冰围了一圈 那么在那天的比赛中呢 波尔呢 开始提出来说温度比较高 那么后来呢也看到了 现场摆了很多冰 而且打完以后波尔又赢了 所以一直呢举着大拇指 说这些 这个工作人员非常努力 为他创造了很好的这个环境 所以体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友好 像波尔运动员的这种职业素质 需要我们中国运动员很好的学习 因为他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讲呢 非常的谦虚 当有人找他签字的时候 他在他的心里 真正把观众看成上帝 不厌其烦的在那去笑脸相迎 不厌其烦的去签字 而且当有人希望照相的时候 也是很友好的去和别人照 这种意识呢还是非常好的 大家看中国的小将和波尔打起来以后 如果他不吃波尔的发球 对波尔的球相对比较适应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波尔就非常难打 这个交作云台山U17 对我们中国青少年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锻炼 一共是进行了将近十届 那么这十届的比赛中呢 陆陆续续的培养出了很多 一流的运动员 包括像方博 像长晨晨 包括现在的正式唱 都是后期从优势器里出来的 今天是浙商银行的主场 比赛地点是在浙江的富阳市体育馆 像方博 马龙 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动作都相当流畅 说明基础打得非常好 但是这场比赛的技术监督是中国拼鞋的官员袁华 逆旋转 这个球也是方博接的高了 判断的不是很准 平方球的第一步就是判断 判断主要是机球一瞬间的摩擦球的部位 用力的方向 用力的大小 来观察 大家看到方博现在一上来把波尔给闷住了 波尔今天打第一阻力 如果他从方博这拿不到分 想到张继科那拿分 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这球你这样方博就不太适应 这就是波尔的特点 下降点拉高调弧圈 但是摩擦很薄 弧线很低 并不是很高的弧线 所以一般的就不适应 马力已经开始做准备活动 我记得2003年在法国的世界锦标赛中 当时的这个新出来的邱一可 那个时候是赢了波尔产生了震动 现在可以看到像方博这批运动员和波尔打 你看基本上波尔就没得打 漂亮 但是波尔今天作为一个老运动员来讲 我认为是非常顽强 可以说是不漏声色 默默的坚持 我认为是不漏声色 这是古青城教练 波尔产开始逆转 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第一场半决赛的胜者 也就是河北霸州海润冠军员 他们在第三场的这个比赛中是战胜了 八一荣胜中攻 那么最终呢 他们是三比一 这个三比二比一 取得了半决赛的胜利 漂亮 这球打得太好看了 长短结合 波尔把比分追了上来 在这个八一荣胜中攻对霸州海中冠军员的比赛中 主要呢 看来是王浩啊 这个有伤啊 我没有看到这场比赛 但是王浩在这场比赛中呢 他是丢了两分 一个呢 是0比3输给了许新 另外呢 0比3输给了崔庆磊 所以从他这个比分来看呢 是不太正常 后来了解了一下呢 就说王浩呢 还是身体有伤 揭发就抢了 看来看看关键球的处理 那现在可以看到平常联赛呢 他这种商业运作也进行的比较到位了 你看浙江的队 胸前是河北的广告 这也是采取了一种商业运作的方式 漂亮 这球强得很凶 可以看到方博的球打得非常流畅 今天我想这场球啊 也会给很多的平方球观众 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住方博这个名字 这也是这个年龄组里边 就是在马龙之下的这一波里边 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运动员 大家可以看到动作非常流畅 这样他上来呢就遏制了波尔 这个也为可以说是为山东鲁能 中电装备赢得了一个先机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盘比赛 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太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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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